臺灣資深歌手曾淑琴來自花蓮臺東原民部落 從小聽著母親歌聲長大的她 在一次演唱比賽中被伯樂發現 隨後開始出專輯 她家與戶曉的原唱歌曲《魯冰花》 是她專輯裝在袋子裡的記憶中的一首 其實最早這首歌的這個 它原來的部分就同樣的部分 就是在大家很熟悉的《天上的情心部》說話那邊 就是在電影裡頭的那個姐弟 李淑貞跟黃昆璇他們演的這個姐弟裡頭 他們在戲裡面懷念媽媽的時候 哼唱那個童謠 《魯冰花》也是同名電影的主題曲 曾獲選為第26屆金馬獎的最佳電影主題曲 《天上的情心部》說話 《地上的娃娃像媽媽》 那魯冰花其實對我的意義就是說 她有五個精神 就是溫暖 陪伴 成長 堅持 夢想 那我覺得這是很好的一個人生態度 那對我來講就是不管在音樂 或者是人生道路上面 我覺得我常常用這些精神來給自己鼓勵 她的專輯還包括《後浪》 《一個人悠悠蕩蕩》 和《孤單與自由》等 那我的第一張是1988年《後浪專輯》 《後浪》呢 她的一切要踏實 努力和真誠 其實我覺得不管是想要做什麼 不管是想做歌手還什麼的 反正我覺得很多事情你都是 一定要自己先盡力努力 沒有事情是可以不付出 努力就有獲得的 一定要踏實 然後 只是說 如果緣分 也不要太去強求 如果真的沒有緣分 也要做一些不同的學習 曾淑琴的演藝生涯中 通過戲劇 音樂節目等多方面接觸 進而展現了她的音樂的深度和廣度 她期許 只要還當歌手的一天 會盡力做最好的表現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楊陽 洛杉磯採訪報導 搭配合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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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